王爷 王爷 去过车行了 去过了 奴才给那老板留下了话 选中那辆车先别急着租 万一要是使用 岂不耽误事 万一 没什么万一了 新皇上都登了机 才接到这一纸亭记 上面说 本王既在穿都办延误 就不必进京 就地调研 还是礼部发来的 看来 他们真的把本王给忘了 到底谁是谁非呀 我却问过 那良严警 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四百单 肯定是胡猴子明显有误 还有张老板说 胡猴子向他借过五十两银子 张老板不借 胡猴子就此事借机报复 这个姓胡猴子 这个姓胡猴子分明是在找死 他死不了 你是说我不敢下手 您不是不敢下手 您是没法下手啊 您想 胡猴子向张老板借钱 那胡猴子死不承认哪 插乎十据 还有把张老板投进大牢 那可是谭老四点过头的 那胡猴子有多大错呀 这个谭老四 我多次告诫他 要对手下严加管束 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一些小户严商已经熬不住了 纷纷地拉拢那些水梨差役 还有一些小户严商向谭老四使银子 有这是 陆大人您别生气 我毕竟也是听说呀 这个姓谭的一定要换掉 不然事情迟早会坏在他的手里 陈师爷来了 请 请 张老板 我这恭喜您咯 小的这几天做得不对 有什么照顾不到的 您打人不计小人过 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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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 出去吧 如果陆基明知道阎公私自开启东家风景的事 又对此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呢 那岂不更好了 肉烂在自个儿的锅里边 阎公们得到好处 那水梨不形同虚设了吗 这陆基是个爱叫汁的人 他一旦叫起汁来 又追问起私自开启风景的事呢 郑云帝 我还是那句话 此事与你我没有关系 那是阎公被水梨给闭的 这倒是个办法 世间万事啊 一旦惹了众怒 这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世间万事 一旦到了不好办 那也就好办了 你没瞧这几天呢 那些水梨差役们狂的 个个都不知道自个叫什么了 其实盐商会也不是铁板一块 一些小户都快粘在那些差役们身上去了 一到晚上 吴二爷曾老板他们就忙着呢 全是请狐猴子 还有谭老司那帮人吃饭喝酒 不 这也怪不得他们情有可原 你说这水梨事到现在 你我身为钢总会的干职至今不是也无所作为吗 对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就找几个盐工先从自家开始闹起 我先看看官府有没有什么反应 不 郑云弟 要动一起动 我从秦家找几个盐工看着王家的盐警一起动起来 对 只要咱们两家一块动 其他的盐商也会跟着动的 看来今天晚上可有好戏看了 郑云弟 郑云弟 切记 万事小心为妙 见好就收 知道了 放心吧 胖子 你我兄弟也干一杯 怎么说呢 今儿这酒席曾老板还不是冲着你才设想的 您这话可就说错了 你们几位情同兄弟我哪有请他不请你 曾老板说的是 发酒 我干了就是啊 好好好 行行行 曾老板 你得敬我胖哥一杯 就为了你家那两口井 我胖子哥是没少费心思 干净 来 哎呀 曾老板 你是客气了 你说这人活着不就靠感情吗 是不是 曾老板对我不薄 这于情于理我也应该报答 是不是 来来来来 于情于理 这话中听 那张老板敢跟兄弟我横着来 县大佬里尊业 知道我虎卯的厉害了吧 我呀已经替您开导过他了 张老板这个人啥都好 就是有言不尽 他可以有言不尽 我们哪能缺有少言呢 都是爹娘生的 他们就可以大把大把的捞银子 我们就得白忙活 别提这事 一提这事 来气 对 胖子 你是饱汉子不知恶汉鸡 那曾老板把你喂的宝宝了 你还在这叫苦 我可是两袖清风 对 我们向来一十一二十二十 这些话你到陆大人面前说去 你喝多了 见谁 来来 喝着 吴二爷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经常来 哎呦 哎呦 谭大人很上官 哎呦 这这这这 你们二爷是 好好 好啊 好 哎呀 这这 哎呦 谭大人 谭大人 请吧 好好好 哎呦 好久没有过来了 哎呦 哎 哎 你带他去那边 我去叫人去 快点 您慢着点 这地方好玩 吴二爷 带本官到这来是啥意思 您一天到晚忙着收水梨太辛苦了 您该休息休息 本官为朝廷效力辛苦是应该的 那是那是那是 那是那是 谭大人 这是干什么呀 哎呀 这四十两银票 您先拿着 这种地方要没这个 连笑脸您都看不见 那本官就暂且收下了 没错 嘿嘿嘿 不着急 嘿嘿嘿 这个您别乱给人啊 哎呦 吴二爷 哎呦 这个您可别胡乱给人 我是给您撞胆 您只管玩 银子我替大人负 您来了 您又来了 又来了 二爷呀 二爷不经常来 咱们快进去吧 去去去 你们先去 那我们谈谈 别忘了来 好样吧 越长越漂亮 谭大人 谭大人 哎呦 吴二爷带人真是没得说 一心换主 本官 也给你吃个定心玩吧 您说 您看几眼井 就按三百丹正了 大人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了 大人 就怕有人 哎 你不往外说 有本官给你罩着 谁还敢管 老师 再说了 你虽然有无眼景 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麻烦 牛生病了 车盘坏了 工匠累了 但凡有点麻烦 就没法出卤水了 是是是 本官说的在不在理啊 在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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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来了来了来了 你们怎么才来啊 这谭大人都等急了 是啊 这东家哪能不管我们了 咱们一直吃这碗饭的 啊 咱啥也不会啊 是不是 哎呀这也没法子呀 你以为老爷愿意封这些井啊 东家要是实在有难处啊 我们宁可少要点工钱 可井不能再封了 大家伙已经没饭吃了 是不是啊 你是一番好意 哎 你们才挣多少工钱啊 这水梨呀 再不能摊到大火头上 如果这种消息传出去 这王家可就太不地道了 老爷已经说了 欠了大家的工钱 一文也不会少 到了分红那天 哎 哪怕是把身上的裤子 拿出去当了 多少也得给大伙分一点 这分红啊 是原水解不了尽渴 现在家家都带风景 你到哪找活干去啊 哎 是陆这些心太黑啊 他不让咱们活啊 咱们自己找去 上哪找去啊 上哪找去啊 这活人还能绕尿憋死啊 这活人还能绕尿憋死啊 东家不是关了很多井吗 今天晚上 咱们就把它开了 哎 自己重新挤流水 看谁敢来蒸水梨 大胡子 你可不能乱来啊 反正那些井啊 闲着也是闲着 东家不给我们饭吃啊 咱们自己找还不行吗 你 这不是跟老爷添乱吗 哎呀 开井跟老爷有啥关系啊 就是老爷来了 我也敢说这话 哎 哎 井壳一封 但是肚皮饿了 总不能把吃饭的嘴也封了吧 哎呀 这我可定不了 老爷可不愿意 因为这种事 伤了大伙的和气 再说了 官府又是有言在先 行了这事我知道后果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就不相信 为了这事 官府还能把我们送进大牢 要真那样啊 咱们哪 还有地方吃饭了 你说对不对 对 要换个地方吃饭 哎呀 老爷的为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因为这事 弟兄们进了大牢 老爷能够坐着不管吗 弟兄们 想吃饭的磕声啊 我 我也去 我 你们这样做 可是为难我呀 啊 想吃饭呢 跟我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别跑来啊 哎哎哎都起来 都起来啊 哎 说你呢 别睡了别睡了 快都起来 都起来都起来 别睡了别睡了 出什么事了 都别睡了 哎呀 起来起来 哎 我跟你说啊 王家的 王家的言辜 已经把封住的井 又重新看起了 妙红 你怎么不谈了 老爷的心思没在秦上 这我这妙红爷 我只是随便说说 您别在意 我怎么会呢 这两年 不如意的事情 是一剑接着一剑 等我把水里这坎 平安地渡过去 我就可以退出江湖了 到那个时候 我再好好听你父亲 快快快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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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点啊 豆子快点啊 出弄大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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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 顺持咱们回去 回去 快去 成了八字的 不许开枪了 你紧死子开析 不许开枪了 快快去 找死啊你们 回去 动我回去 把姐姐给我开枪了 回去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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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们开枪了 快点 把姐给我放下 回去 回去 我们就是找死 与其坐在这儿糊糊饿死 还不如开了井自己找回饭吃 官府规定 封了的井三年不能开血 你们这是梦无官府 想造法是不是 理应打住大佬 问财 就是杀头 也得做个撑死鬼 杀头 省得到了阴间 还得找你们这些王八蛋讨饭吃 大话说对不对啊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把井封上 谁敢 杀 杀手 把井封给我放上 杀手 盖 杀手 水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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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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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伯父 出大事了 月虎 你先回去 回去吧 出什么事了 伯父 二汗在经厂 被水利菜医一刀给刺死了 什么 乔儿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正在大门外跪着呢 咋扶他都不起来 走 快 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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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您可得给我做主啊 好好好 你放心 老爷会给你做主的 快 赶快把乔儿扶起来 快 让乔儿在秦家住一天 老爷 住下 快起来 别哭了 乔儿 快起来吧 起来 别哭了 乔儿 乔儿 进屋说话吧 小光 是二汗的差异呢 撤走了 临走前他们还推倒了严谨警警驾 推倒了警驾 爹 出大事了 大事 什么大事 七年警警警衩打死人了 二汗被人用刀捅死了 好 叫他们推吧 二汗那 放在警察�コ keshi 你现在就去警场 先稳住大家 让他们千万不要妄动 我去挥挥王镇云 一会儿就会有主意 好 那我先去警场了 去去去 要再想得细一些 不能让这事给弄砸了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老爷不是常说 要争得与死网破吗 这回呀不用使多大的劲 那网就得破了 就要像秦老爷所说的 打就得打在顶上 爹 秦老爷来了 你们先下去歇歇 我去迎迎秦老爷 少爷 倒水 那咱们一块儿去生日上 好 走走 真应了那句话了 人算不如天算 既是天意就断不可为 不然我跑来干什么呢 锦绣 请吧 小弟倒是有个主意 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 趁此机会 鼓动那些阎工 去把水利局给砸了 什么 事到如今 唯有此计可行啊 先来个下马威 闹出个惊天大案来 这人都让他给逼急了吗 郑云弟啊 郑云弟啊 这个事可太大了 绝不能出现任何一点点疲漏 不然的话会萤火烧身的 该怎么做 我心里头有数了啊 你想啊 这水利局一砸 陆基他肯定是盯上你我几个大户啊 秦老爷 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露面 最好是连夜离开附近 我呢 我就连家门都不出 至于李家 我派人去知回医生 让他们也绝不能掺和进去 是是是 这么大的事应该告诉李家医生 虽然有堂兄病了 可以让董管家和柳青 管住李家的人 绝不能让他们挑头 那事不宜迟 我这就派人去李家 其他的事等我回来再商议 郑云 那 告不告诉赵八爷医生啊 依我看哪 赵八爷这个人水太深了 不仅不能让他来 还得防着他 弟兄们 他杀人偿命 咱们找官府算账去 弟兄们 找他们算账去 Roma 果然是 既然 咱们找到了 董事 好 圣人 伟园 是 好 坑 门 好 放 快 这边有 الي兄 她 不是 今天 可以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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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大人 谭大人 水梨菊让人给砸了 谭大人 什么 谭大人 水梨菊让人给砸了 你这是什么 放了火 你刚才说啥 水梨菊让人给砸了 还放了火 你你快点吧 你这这这真香 真香啊 真香啊 快快快快走 快走 快走 快走快走 走走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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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这儿快快走 快走 走 救火 快走快走 快救火呀 快救火呀 快点 快快快 快救火呀 快快 快救火快点 完了完了 救火呀 快 别救了 快救火 太晚了 这 这会不灭呀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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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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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就没有人看到他的影子了 叫人去找啊 就是死了 你给有尸体啊 陆大人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陆大人 下官 下官是真的不知道啊 你当然不知道了 你就是再昏 也不会烧了自己挣钱的家伙 好 陆大人 去哪儿了 下官 陆大人 下官去见了一个朋友 多喝了两杯 早就听说了 学不会撒谎别在官场上混 你学得可真够快的 你以为你真是个官儿啊 你以为你真是个官儿啊 哼 神医生气狗火啊 快 哎呀 我又急事要去成都 我已经叫人去叫妙红了 他也去 老爷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啥事也没出 我就是去成都办件事 老爷 妙红 赶紧收拾收拾 跟我去成都 快去快去 老爷 什么事也没有 你放心 家里边我都交给了紫光和刘管家了 你管住家里边的人 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啊 老爷 您怎么说走就走了 照顾好巧儿 放心吧 老爷 把门关上 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等姓陆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 已经晚了 老爷 这口恶气事出了 戏却刚刚开场 倒水里急的事 别说是陆之县了 就是洛大人 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事一出啊 官府一定会盯上几家大户 秦王两家也首当其冲 我还没到那种昏头的地步呢 这附近的几个大户里头 事刚一出 秦老爷就去了成都了 这李家能动的 也只剩下柳青和董管家了 他们连现场都没去过 至于我本人 今天夜里 我是连王家的大门都没有出过 你们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活到这么大呀 还是头一次看到 捣毁水梨局的事 此事已出啊 陆之县想完都满不住 接下来啊 他们一定会极力地调查此事 未雨绸缪啊 老爷 我们应该多想想 此事有没有什么破绽 此言甚是 没王家那几个阎工在里面掺和 水梨局是不会被烧的 为了稳妥起见 该让他们离开附近 越快越好 目标大的有两个 洛塞胡子家在云南 我已经让他到宜宾延号去多干一阵子 另一个让他去了卢州 你们定下来就是了 让他们别急着回来 老爷 我在现场露过命 恐怕已经被人看见了 我这就连夜赶回成都去 等过了这一阵子再回来 好 安排得周到 只不过你这刚一回来 又得急着赶回去 这一路上辛苦你了 与我们当年在两壶饭盐时吃的那些苦相比 这算个什么呢 那好吧 事关重大 我就不留你了 路上小心 老爷 这事一出 官府一时半会儿顾不上蒸手水梨 盐厂上该抓尽多集些卤水 牟师爷 你放心吧 此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看他 我就不信 查不出来 破这个案子一半靠斗智 一半还要靠运气 是啊 此事该如何向骆大人交代 骆大人 这个案子说不定会惊动朝廷 咱们得写封紧急公文给骆大人送去 以免落个隐瞒不报的口识 公文一定要写 待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我还要亲自到成都跑一趟 当面向骆大人禀报 哦 陈师爷 哦 陈师爷 赵姬所有巡捕专示此案 另外 请你多方留意 看能不能寻些蛛丝马迹出来 陈某到附近来 既没有发财 又没有升官 到遇上一桩惊天大案 陈师爷 一向见多识广 陆某有一事请教 在你看来 在陆某认上出此大案 陆某会不会遗臭万年 遗臭万年倒不至于 轻视流明倒是肯定的 陈某围观一刃 陈某围观一刃 最后得到的 他只有这些了 秦老爷他们也知识的 不该把咱们李家也拽进去 妇人之见 出事前 方老爷不是特意来这支回一生 为的就是让咱们李家不要卷进去 连好歹都分不出来 我已经问过柳青了 事先这件事 只有咱们秦王李三家知道 连赵八爷都瞒着呢 我是担心 再出梅家那种事 这回 可比梅老爷那事更严重 能有什么严重的事 再说了 就秦王二位老爷的为人 能让柳青丹半点麻烦吗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该出些事了 再这样 我们这些警户迟早要被炸干 昨天晚上的事 就赵某一个人蒙在鼓里 起初人家说水梨菊被烧了 我还不相信呢 外人就是外人哪 赵八爷 您想多了 我们也是才听说的 东管家 赵某还没有落到 向官府告密讨赏银的那一步吧 算了 不说这事了 赵某今天来 绝对没有想从两位嘴里 掏出点什么的意思 既然水梨菊被烧了 官府也顾不得争水梨 这机会就不该放股 赵八爷 您的意思是说 借这个机会多集些卤水上来 既然与人家隔着一层 就说自己 刚刚我到警场转过 也没人嚷着蒸水梨了 要是明天还这样呢 就再加一瓶 那机器也别让它闲着 赵八爷 您别为这事显得生分 我和姨奶奶真的是一无所知啊 董管家 你就别解释了 我没那个兴趣 这再者说了 要是从今往后没有人在蒸水梨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赵八爷 你就别发什么牢骚了 我是自己说自己 扪心自问 来到附警之后 赵某就没做过对不起几位大户的事 谁说的是几个大户干的 这么说姨太太知道是谁干的了 这我哪知道 不过 这事干得漂亮 本官刚才都说了 案子破不了 本官头上的顶带也保不住 若真有那一天 离任之前 陆某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先砸了你们的饭碗 此案别说附警 就是四川也亘古未有 破了此案 你等名阳天下 束手无策 就不要再吃这碗饭 还望 各位破釜沉舟 既不辜负陆大人的重托 也要成全自己 事不我待 香谷不用重锤 你们这就下去 谁主谋捣毁了水梨局 不管是天上飞的水梨游的 都给我找出来 遵御 本官等你们的回劲 下去吧 折 陆大人 那水梨还争不争吗 争不争 关你屁事 下官想讨个事下 不要在本官面前提官子 连你都是官 陆某这个支线 还有什么连见人 那陆大人让小的做什么呀 去依春楼啊 找个相好的 快活 王爷的字日渐长进啊 真的 那好啊 等咱俩都被贬为庶人了 本王就上街卖字去 王爷真会说笑 静儿 快 快进来 来 趁着啊 附近 静儿 台旗的事该办了吧 这事啊 得王爷亲自对户部去说 前一阵是国丧 把事情就搁下了 可眼下皇上已经登了机 也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好 本王这就给户部写信 就台在正白旗吧 好啊 我们正白旗竟出些个美人 王爷 昨天夜里 附近水利局让人给烧了 谁干的 县衙政查呢 欧赛厅说 盐工们不满增收水利 又遇到一个差役 打死一个盐工 上百人先是把水利局 给围了起来 后来有人放了火 是不错 刚才陆大人派人说 如果王爷有空的话 他想灯面禀光 碾了吧 入川这么多年了 本王大清小事都没有掺和 有洛大人在呢 本王横在里头 人家不好办事 知道了 你看 看这个字 王师爷 老爷 有事吗 你看总督府门口 陆支县 他也来成都了 大概是到总督府 请陆大人示下吧 那还有错吗 冤家陆寨 别在这儿跟他碰上了 快走吧 快快快 快 下官不知大人 跪地前安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那么老远跑来 老夫能不见吗 谢大人 哎呀 谢什么大人哪 快说什么那事吧 水利局被捣毁 身为附警支县 难逃其咎 老夫不想听这些废话 知道吗 说点实在的 捣毁水利局 绝非一些严公 一时情绪失控所致 一下官看 此案不仅有主谋 而且序谋依旧 仍然是废话 哎呀 谁是水利案幕后主使 查清了没有 说 郑卓人日夜彻查 大人 自改成水利以来 进下官之下的父警 以封警抗拒征收水利的警户 击达38户 攻击严警132眼 大户占了七成 这些严警 若正常吉卢的话 每年少说也可征离近近十万两银子 平时为正水利柴与那些大户常发生摩擦 都为大户刁难所致 从来就没有指望他们心甘情愿的往外拿银子 这一点老夫早就料到了 没料到的是他们竟敢鼓动阎公 捣毁水利局 咱的幕后主使罪恶滔天 事件重大 大人 大人 案发之后 下官曾向住在父亲的惠王爷禀报 可是惠王爷他 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郎大人 这个 急什么 再急有本官的指甲重要吗 下去 下去 告诉四姨太 我屋的香别熏得那么狠 我闻不过那味儿 王老爷怎么有空来成都啊 我早想来了 只是一时抽不开身呢 抽不开身 是是是 是想整出点什么大事吧 郎大人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听不懂就算了 来 坐坐坐坐坐 您坐您坐 哎 这次找本官有什么事啊 啊 我是专程来看看郎大人您的 另外嘛 水梨都停征了 王老爷还关心什么呀 啊 我正想请教啊 就是 停征水梨是为了一时的权宜 还是顾及民怨 不再征收呢 这事啊 这事得去总督府问洛大人去 哎 郎大人身为一省的盐察倒台 这 哎 自从洛大人入川以来 本省就再没有别的官了 啊 只有总督 嘿嘿嘿嘿 我家老爷啊 也是替那些参谷的人着想 眼看又快分红了 今年让水梨一闹啊 这盐厂和盐井都伤了些元气 要是水梨不再开征 或许还能想些法子 再征下去 就怕到时拿不出银子 无红利可分啊 哎 毛师爷 您说这话好像 是给郎母暗示点什么 哎 那哪敢呢 小的说的是实情 哦 我家老爷说了 到了分红的时候 哦 像郎大人这样的贵人 就是将裤子脱了当喽 也分文不少 裤子当喽 我老爷没那么惨吧 我们家毛师爷 只是打个比方 不过呢 真要是有当裤子那一天呢 也绝少不了郎大人您一文钱呢 好了好了 虽说是假话 但郎某听着心里高兴 说吧 想知道点什么呀 我这想知道的也就两件事 一呢 这水梨能够停征多久 再就是捣毁水梨局的案子 不知洛大人他是想怎么了结呢 哎 王老爷关心的全是大事 哈哈哈哈 哎 郎某这么对你说吧 嗯 头一件 洛大人得拿主意 哦 另一件呢 拿主意的 得是洛大人 嗯 哎呦 郎大人 说这话怎么让人听不懂啊 就是就是 糊涂的不止你一个人 啊 洛大人向来是刚愎自用 他把谁放在眼里啊 啊 多谢郎大人指点 我还没指点呢 这水梨啊 已成了亲命大案 一旦是官司通上了天 实才是小事 当心搭上脑袋哦 啊 啊 啊 是是是 王某离得远一些就是了 哎 亲疯 晴风吹 将回忆追透 你在 与谁相守 那一张 不离不弃 如今是风 只剩情愁 你走后 时间已停留 还有什么感受 只祈求在许多年之后不同 酒已足够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轻易就却放手 我开始点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伤口留对错 向谁诉说 若不能挽留又何必强求 红颜到白头又嫉妒春秋 总是这半生轻易就却放手 反我开始点尽头 爱还在心头又何必开口 人生里奔走问什么缘由 纵然到最后后与怀伤口留对错 想谁诉说 想谁诉说 想谁诉说